不 其實不是清德宗 清德宗是光緒帝 光緒帝被慈禧搞死了 對不對 賴清德是 這句話是 賴清德是現在把過去的慈禧皇后 給弄得焦慮不安對不對 已經下車了 對啊 其實他比較像四爺 是… 追殺八爺 比較像 賴雍正 真的 他比較像 他事實上個性也比較像雍正 說實在 張兆良這個case 我剛剛有問淑慧 淑慧告訴我一些細節 說他議員之後 他有當了一陣子市政顧問 這個官說違建 涉及收錢 是在市政顧問陣內 OK 那這樣就很嚴重了 對 如果被逮到這樣的一個證據 那就是 如果有收錢 當然事情就大條 一定有罪 因為議員還有一個灰色地帶 你可以說權力不在我手上 選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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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認為這個主要被關心 是因為他發生了時間點 對 就是說如果檢調都知道 他怎麼這個時間這麼巧 就鄭文贊進去之後就爆發了 所以過去是不是還是有點忌憚 現在知道他沒有靠山了就辦了 是 因為最近還傳出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那個北科大跟那個建國啤酒廠 那個校地那個爭議 是 現在也突然也爆出來 知道那個案子也經過很多人 沒錯 就是鄭文燦那個時候 確實有做了一個拍板 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很明顯 給人家感覺 都是叫做鄭文燦相關案 所以並不是真的在辦弊案 在辦人 因為桃園土地案 大家都知道是相當多的 那為什麼沒有再衍生 像剛剛我就聽到說 事實上鄭文燦最大案 應該是那個郭哲敏 那個八八會館那個案吧 是不是因為那個案子 涉及人太多 所以桃檢不方便公開 還一個縱石拉寫 對啊 因為那個案子涉及了 利益金額相當大 另外就是台南光電 你辦給我看 因為比如說我們看到 新竹辦 雅文科 那事實上收錢的人 我看的那個起訴書 我也沒有看到 縣長本人收錢的證據 他下面有幹部收錢沒錯 那雅文科家裡收到57萬 一個縣長家裡有57萬 你會覺得很嚴重嗎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恐怕要有 比如說桃園 台南這種 大家瘋傳很嚴重的 就是桃園就是土地弊案 然後台南就是光電弊案 你各辦一個來看看吧 讓大家眼睛一亮吧 才知道你的決心在哪裡 對 我是覺得應該要這樣 至於說這個派系獨大 不歷來如此 明天全代會 不這個只要有人選上總統 那個力量都會歸到他那邊去 那蔡總統說他不希望給 對 這個比較 沒有啦 因為這個真的 十點江山的觀看 這個恐怕是他的 下台階的說法 應該是不方便 那他可能看到有一些 力量也要投向賴系吧 他心裡也不太舒服 出席也尷尬 可是這個坦白講是歷來都是這樣 那個蔡英文那個時候 有一些系統也流向他 阿伯也是 對 那高雄的話 賴瑞隆為什麼相對比較有優勢 因為他不只是新潮流 而且也是城局的嫡系 是 他等於是雙核心 跨區服務了 這個就是在跑選區了 事實上還距離滿遠的 還有兩年 那他的競爭者也不是只有許智傑 還有林奈華 最近還有邱毅營 還有邱毅營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高雄的 這個當然時間還滿久了 就是選後的整合 對民進黨的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上次是陳其邁 那陳其邁大概眾望所歸 就覺得他是大哥大 現在好像還看不出誰 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上次跟陳其邁競爭的是 管碧林跟趙天穎對不對 那我覺得陳其邁出現之後 大家就覺得一定會整合 可是這一局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坦白講 賴毅營還是裡面年紀最輕的 是 那到時候那些哥哥姐姐們 你要怎麼去整合 這個很難 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挑戰 不過要 因為時間還滿久 就等著看吧 那我覺得 現在固然大家不敢去得罪賴清德 可是如果賴清德 他沒有好好的整合 不同系統的利益 我跟你講 我不敢得罪你 我就搞你的愛將 小英末期也發生這種事 不然林志堅的論文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林志堅是蔡英文的愛將 所以賴清德的愛將 可能也要小心 本來就是 所以林俊憲你小心一點 皮要繃緊一點 你如果 你硬搞 比如說陳廷非的民調 明明比你高 你就要硬搞林俊憲出來選 林俊憲你就要小心 可能會被反噬 你不知道 你就不要變成第二個林志堅 坦白講林志堅那個時候 兩個論文抄襲 真的很少人知道 這個當然要問洪威 洪威不知道 線索是同來以來 沒有 跟他們無關 就是基本上就覺得 反正到時候你就知道 旁邊的愛將反而要小心 因為你要知道 藍白是立法院多數 所以有人如果要來搞你 他要把一些資料丟給藍白 你是很難處理的 請教洪威姐 因為明天就是民進黨的全代會 重頭戲 那麼也就是賴清德 他要鞏固黨內勢力的一個展示 現在已經傳出就是確定 蔡英文不會出席 我覺得他說 不要讓人家覺得 他還在指導江山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下台階的說法 其實就是老娘不爽 對不對 你把它翻成大白話了 真的 我覺得大白話就是這樣子 你動我的人 而且你現在有繼續在動 我最近甚至聽說 大家可以去查證一下 說有陰系的大將 到目前為止還滯留在海外的 也就是說 你說人在海外 沒有 不敢回來 人在海外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其實現在一直在盛傳 就是賴在整頓英系 目前鄭文燦也只是剛開始而已 是 起手式 對 這是他的起手式 所以當然你可以看到各個派系 真的就是瑟瑟發抖 我剛才比如講到說 因為下一波還有國營事業人士 果然就是他現在只要去 動了圓山飯店 事實上就是動蘇禧的人 所以包含新北市的人選 大家不都認為說 本來認為說 這個看起來就是蘇巧惠 現在真的是蘇巧惠嗎 蘇禧還有金融界 警戒 沒錯 因為當時蘇貞昌 安排了很多在金融圈裡面 還有很多公股航庫 對 就公股航庫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看 有一些國營事業的董事長 我所了解 他們大概心裡都有數了 你知道嗎 都已經準備自己要捲鋪蓋走路 所以開始安排自己的一些後路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其實派系就是賴清德出手 他不僅僅只是你看到檯面上的 還有國營事業的人士 當然接下來最重要的 就是縣市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好多的縣市長 通通起手勢 當然你先看大家會預期 如果按照媒體所說的 新賴系會達到8席的話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在民進黨裡面這些派系 比如包含正國會 包含勇言會 包含什麼綠色友誼什麼的 就全部都沈浮在賴清德的底下 等於說我現在全部都願意 江三 一統江三這種感覺 當然他黨的勢力鞏固之後 接下來就是縣市長了 比如說台南 台南是賴清德的本命區 他現在擺出來的態度 就是他要支持林俊憲 否則的話 陳廷飛也不需要自己出來 獨立門戶 因為大家眾所皆知 陳廷飛現在的民調 不但領先 而且是滿大幅的領先 這也就是為什麼陳廷飛 會不爽 就明明今天我的民調是領先的 但是你現在有清點的人 現在看起來要把所有的資源 灌注在另外一個人身上 所以他只好自己出來當幹戶 你看到高雄 高雄本來照理說 一般來講 陳其邁要下來之後 那麼陳其邁他應該 其實大家應該去拜 陳其邁這個樹頭才對 應該拜碼頭 可是看起來 因為他們民進黨很多的這些 高雄市的立委也都很資深 就像這樣都是大哥哥 大姐姐們 那他們也都有想法 你可以看到高雄也亂成一片 除了黃劫之外 其他都很資深 黃劫就是擺得很囂張 可是現在排班論背 排不到他 對不對 你看這大姐姐事實上 大哥哥 大姐姐 都已經釋放消息說 我不排除要選 我準備要選 我真的要選 我不真的 也就是說我可能要 有東西要交換 就是我怎麼會 怎麼好 要有籌碼 對… 為什麼我一定要給郭忍亮選 我自己要講一講 要有籌碼 那你可以看到陳其邁在這個裡面 角色越來越淡 所以大家看起來 又變成是賴清德來主導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現在 春風得意 因為現在看起來他佔上風 但是他如果派系的傾嘎 太嚴重的話 那我就給賴清德一句話 小心獲起肖強